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聂云 谢谢Yuki刚刚介绍好 我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不是三个爸爸的孩子 今天很开心 来到TEDX内湖台北 其实TED的Talk 其实我在现场看过无数个了 今天很开心有机会站在这里 跟大家做一点不一样的分享 我在台湾的演艺圈 已经打滚多年了 其实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 叫做人生的逆转胜 成功的失败者 是我想了很久 想到的一个名字 The Winning Loser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希望接下来的十几分钟 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这个想法的由来 大部分在台湾的人 可能认识我的方式不太一样 有很多不同的管道 早期可能是觉得我是一个主持人 有的人知道看到我在大小的不同场合 甚至尤其是每一年到了这个时间 哇 尾牙 常常会看到我 很多人在路上就看到我 啊 聂大哥 你去年有主持我们家的尾牙 很开心 可以带给大家这种欢笑 那早期的时候呢 我也在电台里面工作过 做过DJ 做过很多很长的一段时间 从美国开始 那后来呢 也有在戏剧里面有一些演出 然后近几年呢 当然也有生意上的一些发展 有的人看到我的角色 或认识我的方式不一样 那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就有人开始问我了 其实聂大哥 你的主业到底是什么 你是歌手还是主持人 还是whatever 就我想了很久 后来我终于得到了一个 我觉得比较完整一点的答案 就是我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三个孩子的爸爸 因为我做的一切的一切 就是为了怎么样provide 怎么样带他们 怎么样养他们 怎么样把他们带大 所以呢 在这几年 其实在观众的眼前 我们这样子一天一天的成长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其实是看到我的时候 有的时候对方 我觉得年纪也不小了 看到我中卫一种 说我从小看你的节目长大的 我想说你小时候有电视吗 可是真的就这样 我从一个单身 到我在电视上 然后所有的聚光灯新闻媒体 拍到我结婚 然后孩子一个一个蹦出来 任何有空余的时间 我跟孩子的互动 带着他们到处去走走 到处去看一看 上山下海的 好多好多地方 这个都是一段一段 非常美好的回忆 所以爸爸的这个职位 应该才是我的全职 有空的时候 我就主持一下节目 然后做点其他好玩的东西 带给大家一些欢笑 可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其实原来的我 大部分人知道 我是从主持人开始 原来的我 其实是很爱唱歌的 我的孩子们 其实上次跟我上一个节目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孩子那个节目 那天讲的是 孩子心里面怎么看爸妈 就我孩子去那个节目上 讲说他们最受不了的 就是我喜欢太爱唱歌了 一天到晚就听到 我爸在旁边唱歌 然后很多人都爱唱 我们觉得实在是很不好意思 有一次我到他们学校去 到学校去当这个 这个家长 爱心家长送午餐 在那边 然后同学有一把吉他 我就端盘子 端盘子 等一下还要再收盘子 在等待的时间 我拿起那把吉他稍微滑一下 我看到我儿子 我看到他这辈子 好像没有那么害羞过 是我唱歌有这么难听吗 所以其实年轻时候的我 小时候的我 是我很爱唱歌的 小时候的我 那个时候 是有多爱唱歌 是学校 我们台湾的上课 都有音乐班 有没有 音乐班老师在前面 弹着他的风情 然后小朋友在下面唱 那些歌 那我那个时候呢 是班上唱最大声 然后呢 也最投入的 所以后来老师干脆说 那我们唱任何歌 聂云你到前面来 你在前面带动作 带有一朵花呀 还是一小鸟啊 什么就会开始这样子 所以我是那一个 但是到后来 男生你知道 声音到了一个阶段 就会有一个变声的时间 那个是男生唱歌黑暗期 很有趣的 我昨天才跟一个 合唱团的团员 在谈一个新的合作案 然后他们讲 我们的团很大 我们有青少年组 儿童组跟青少年组 我说那儿童组跟青少年组 怎么分 他说就是变声前跟变声后 所以一定要避开变声那一段 那个是没办法听的 所以小时候爱唱歌 到后来 慢慢慢慢长大了 才有机会重新接触到 但现在的我还是很爱 孩子们有点不理解 老爸怎么一天都晚都在唱歌 But anyway 所以跟孩子的互动 反而成了 在我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 但是呢 说真的 我的最爱还是歌唱 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 参加歌唱比赛的一张照片 有差很多吗 其实我在一生当中 尤其是那段时间 变了声之后 我参加过 应该少说有三四十以上的歌唱比赛 很多 真的数不清了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歌唱比赛已经不只是 好像说是去比赛 然后拿奖 那个几乎对我来讲 是一个去赚钱的机会了 因为我很有自信 对于我的歌声 只要去比一定拿名 我拿过的第一名呢 有十几个 右边的这张照片 就是我当时 有一天 因为家里面实在堆不下 要清 要把家里面东西清掉了 我想说丢掉之前 还是照一张相 留意一下 这里面是几个 我挑出来 比较稍微漂亮一点的 第一名的讲座 我就把他留下来拍了一张照 所以在十几岁的我 那个时候 就开始了 在广播电台里面工作 然后 参加歌唱比赛 然后心里面 大概就有了一个志愿 未来的我要做一件事情 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应该要当一个歌手 可是谁晓得命运捉弄人 到了台湾之后 开始发展了 然后一脚踏进演艺圈 就变成是一个主持人 越来越主持多的节目 越来离唱歌 也就越远 其实很奇怪 你看这两个 好像都是演艺圈的工作 可是隔行如隔山 一开始说话 人家就忘了 你会唱歌这档子事了 说话越多了 找我唱歌的人就越少了 所以到最后我发现 我只能偶尔在家里面 弹弹吉他 哼两句 而且这个也是 我其实最大的享受 我觉得无论有多大的压力 工作再累 回家和弦一下 还是蛮舒服的 一种感觉 所以仿佛离我的梦想呢 开始走到了一个分叉点了 就这样子 一路地往下走 我的志愿 好像仿佛还在那里 但是一步一步地 离我越来越遥远了 Where is it? Where did it go? Don't get me wrong 千万不要误会我 演艺圈对我非常好 我要非常感谢演艺圈 也要感谢当然这么多年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 让我能够在这个圈子里面 做了这么多不同的节目 不同的事情 一踏进演艺圈之后 开始了工作 早期有的人可能从ICRT 台北之音时代认识我 有的人甚至更早 从美国的1300 还是KLEL KWSS 那些电台认识我 到了台湾 第一次开始 但是更多的人 真正认识我 就是在开乐透奖的时候 那个时候乐透奖 在台湾开也是一个 很奇妙的过程 因为台湾之前没有过乐透 开了乐透之后 台湾人非常喜欢这个游戏 应该讲说我们台湾人的 没有纸了 应乐透的纸不够了 全台湾卖开始之后 说我们这个礼拜要停售 因为没有纸了 没有纸了 那就多order一点纸就好了 他说不是 因为全世界做乐透奖的纸 只有一两家公司在做 那个等于是印钞票 它不能仿的 他说我们台湾开了 设立了乐透之后 我们没有想到 台湾的反应这么热烈 全球因为台湾缺纸 OK 当时是火到这种程度 所以变成一个全民运动 我走到任何地方 大街小巷 菜市场里面 完全听ICRT 跟我做节目 一点关联都没有的人 反而好像都跟我熟得不得了 因为每天晚上都要看我开奖 一看到我就要问我 请问明天开几号 乐透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的我 当时的飞哥正好要付出演艺圈 开立了那个当年的节目 叫《综艺大哥大》 那我也很幸运的 有机会跟他合作 我们就在《综艺大哥大》里面 又开始了另一段表演的一个过程 但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个过程 从小都我喜欢唱歌 当然有一部分我还是很向往演艺圈的 台湾的演艺圈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你们有没有想过 其实台湾真的没几个人 两千三百多万人 尤其是到了很多其他的地方 我就是到了上海 上海常常开玩笑都会讲说 台湾那么小一点点 光是一个上海就一千多万人 两千多万人了 或者是一个北京就多少多少人了 可是台湾在两千三百万人的这个小小的地方 在八零年代 从六年七零八零九零 一路下来 我们所做的音乐 所做的戏剧 其实是全世界说华语的人 在追踪在看的 你们如果说不记得了 回想一下 甚至是东南亚 当年我们做《综艺大哥大》 我要是还没记错的话 我们每一个礼拜在台北做完节目之后 这个盗版的袋子 就会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出现 所以我去不同地方做秀的时候 我曾经还看过大哥大的盗版光碟 我还买了几张拍照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们的节目要被人家盗版 那个是当年的台湾 其实那个时候的我有的时候 甚至我有时候感觉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这些以前我好像是非常崇拜的 这个不可思议的 一个美光灯下的演艺圈 我是这里面的一份子吗 我是真的在这里吗 最印象深刻的 当然是有一次 访问凤飞飞小姐的时候 她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前辈 是一个偶像 我没有想到她在演唱会 现场会说 我好开心哦 聂云今天有来 点名到我了 所以演艺圈就这样子 一路走进去 让我做了好多好多很有趣的事情 也带我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这个是我在做国家地理频道节目的一个系列 这个是在蒙古非常边缘的一个地方 一望无际的草原 其实不要只是看这个角度而已 是你 整个人360度这样转一圈 全部看到的就是这个 There is nothing 什么都没有在那里 这是我们在跟当地的一个小数民族 跟他们做互动 然后跟那边的一个游牧民族的家庭 我跟他们在那里生活了两个礼拜的时间 来录制一集的一个节目 As you can see 对不起 那个我到哪里 我还是忍不住 吉他要拿起来 刷两下 这个兴趣一直都还存在着 所以节目呢 其实的确给了我很多 Nothing to complain 但是是不是我当年做好的一个决定 我这辈子一定要做一个歌手的这件事情 仿佛应该就是不太可能了 已经到了这一把年纪了 节目主持也越来越多 但是That's about it 但是真的 Again我要讲的 非常exciting 也让从做节目 也让我看到了一些 基本上 Otherwise不会有机会碰到的一些人 包含了国内外的一些影视的明星啊 或者是不同的表演者 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些人 但是 But 我想要当他 所以这个挣扎在我心里面 一直存在着 怎么办 但是感觉上应该差不多了 也许人生就这样了吧 唱歌就偶尔 让我的孩子丢丢脸 然后让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一下 逗一逗他们就好了 唱歌这件事情就这样子了 可是奇妙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我还记得那一年 大概四年多以前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他说我们是一个音乐剧的剧团 然后我想有一个角色 我们希望可以叫 聂娜哥你来帮我们演出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功课 我们知道你喜欢唱歌 我说 我其实很少唱歌 那个时候 但我们知道 我们做了功课 我们希望你可以来 我们说 OK 那就听听看吧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跟这个 那个 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跟现在的时间差不多 也是冬天 年底的时候 有点冷 非常忙 每天都在做过年特别节目 录影 然后住主持尾牙什么的 没什么时间去 他们寄了一份资料给我 没什么时间去看 结果直到开会的头一天 我在想说 天哪 明天要开会了 助理提醒我 助理说 那个 不要忘了明天开会 然后一个名单寄来了 我一看 哇 这么多人 从制作人到导演 投资方 执行制作 有一大堆人 一起在那里 要跟我开这场会 我才决定 赶快把资料拿出来看一下 不能没做功课去开会 当年晚上 我还记得 我一个人 孤独的 孤单的 因为全部人都睡了 我们做这行 不是朝九晚五的 常常是晚出晚归的 回来家里面也都睡了 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 把资料拿出来看一看 是李安导演写的本 然后有一群 很有才华的人 把它完成成剧本 然后看了内容 把主题曲拿出来 听一下 一听 我觉得好像 重重地被 打了一拳的感觉 我被那首歌给感动了 第二天到了现场 也跟往常一样 开会讨论了一下 他们就说 能不能听 叶大哥唱一段这首歌 我现场就唱了 但唱的时候 我真的忍不住 我唱完的 没有到唱完 根本唱不完 就泪流满面了 那个歌很感人 至少前面唱的十几次 我都是如此 几乎没有办法完成这首歌 Anyway 那天唱完了 小聊了一下 我就离开 但我还没走到车上的时候 他们的电话就来了 他说 叶大哥我们希望你可以参与我们这个剧团的演出 那也就这样子 我们就在北中南三个国家剧院 演出影视男女 超过了50场的一个演出 很有趣 这个戏他非常感人 在里面 我的角色也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你要回想一下 也许今天的我声音没有二十多年前的我声音那么高 气可能没有当年那么长 可是 今天我到台上去 演的这一个角色 他是一个行政主厨 有三个孩子 在工作上 他是一把照的 在家里面 他跟孩子要显示出温柔的一面 里面很多很多比较深层 比较内心一点的戏 也许二十年前的我 唱不到那种感觉 今天的我才做得到 所以也就这样子 仿佛好像刚刚好 这个机会现在找到了我 也许当年发了片 也就是一片歌手 而且红不红也不一定 可是也就这样子 人生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在三年的影视男女演出结束之后 今年我又参与了 一个外白老会的音乐剧 The Fantastics 我们在台北演出了 超过六十个场次 也是一出音乐剧 而除此之外呢 我在台中今年 我还受邀担任 台中爵士音乐节的 演唱嘉宾 现场有超过 一万两千个观众朋友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演出 时间有限 我就尽快地做一个wrap up 用一辈子来准备这个角色 是我在进行 女士男女访问的时候 得到的一个感觉 那个时候有人问我说 聂大哥你准备这个角色 你花了多久 我想说前面他们跟我开会 准备develop这个角色 花了半年的时间 练歌排练到上演 大概大半年 我们就开演了 可是演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 这个不是正确的答案 正确的答案是 我准备了一辈子了 是我的一些历练 是我的在职场上 碰到的磨练 碰到的挑战 跟孩子们之间的互动 让我能够把这个角色 诠释出来 那除了我之外 其他人何尝不是如此 假设大家有机会 以后去看我演的音乐剧 你们看到乐池里面的 每一个音乐老师 一个拉小提琴的老师 他所拉出的每一个音符 你觉得他练了多久 他只从小的时候 每天在妈妈面前练小提琴 练到今天的这个时候 你才听到了 这么美的声音 拉出来 我觉得人很奇妙 我们的人生 其实到底成功与失败 要怎么去定义 什么时候成功算成功 什么时候失败 才算真的失败 我们有孩子的人都知道 爸爸妈妈常常讲的一句话 怕小孩输在起跑点上 可是人生其实 比我们想象中的 要复杂的许多 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开始 输在起跑点 跟这个 迎在起跑点 跟输在终点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我在读书的时候 其实成绩不好 我今天还有一位同学在现场 是当年全校第一名毕业的 因为我们到现在 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因为我成绩不好 所以我一直反应比较慢 所以到现在我还在学习 我还在尽量努力 要让自己更好 今天的这个演说 其实我想到了一个 之前人家跟我分享的一段话 他说有一个人 22岁大学那年毕业 可是呢 寻寻觅觅 花了四五年的时间 才终于找到了一份 稳定的工作 有一个人呢 很拼 能力很强 25岁就当上了一家公司的CEO 可是呢 他50岁那年 就离开人间了 另外有一个人 他努力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50岁那年 真的做上了CEO了 也顺顺地做到了退休 离开人间的时候 他享年90岁 Obama 退休的时候 卸任那年55岁 川普当选总统那年 他70岁 而且没有意外的话 他可能明年还要再选连任 When does it start And when does it end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时间表 我没有太早到 看看旁边的人 也许你觉得他比你厉害 也许你超越他了 但是这都不真实 相信自己 You're not too early You're not too late 你不早 你不晚 你刚刚好而已 还没有呈现的东西 还没有实现的东西 只是你现在 还在准备当中而已 今年的我 写错了吧 我38 今年我50了 And 我才刚要开始而已 讲到这里而已 谢谢 谢谢